曾经好姐妹如今你是谁 第一对 刘嘉玲 曾华倩 两人曾是港圈姐妹花却因男人反目 曾华倩外表出众 近圈红极一时与梁朝伟谈恋爱 金童玉女后来矛盾不断 刘嘉玲主动劝和 一来二去梁朝伟离开曾华倩与刘嘉玲在一起 第二对 吴君如 梅艳芳 两人曾是数十年的好朋友 吴君如遭遇风波 梅艳芳第一个站出来挺她 后来因为电影《女一号》位置闹掰 梅艳芳葬礼吴君如都没有到场 第三对 钟楚红 张曼玉 两人都是对方承认的圈内好友 钟楚红与朱家鼎相恋时低调没公开 张曼玉说漏嘴 暴露他们关系钟楚红生气 直接曝光 张曼玉于耳东生 两人从此不相往来 第四对 马依丽 梁静 两人曾是好闺蜜如今同台不愿同框 马依丽曾与管虎互生情愫事业上升后多有争吵 好闺蜜梁静充当何事劳 结果与管虎越走越近 最后管虎与梁静大婚两闺蜜感情破裂 第五对 张绍涵 范伟奇 同为服貌唱片艺人的中国好闺蜜 范伟奇早进公司 张绍涵事业却发展顺畅 张绍涵因病何家丑陷入事业低谷 范伟奇落井下石结代言挖助理疯狂统高 第六对 梁静如 范伟奇 两人曾好到形影不离互做孩子干妈 梁静如为了捍卫友情微博取关张绍涵 结果梁静如传出离婚消息时 范伟奇先爆料 自此两人关系变淡社交平台零互动 最后一对 刘涛 蒋星 两人因戏结缘关系密切 被称涛星CP 某年卓尉爆料L姓艺人负面新闻 刘涛不理会 蒋星突然发文战队帮倒忙 将刘涛推上风口浪尖两人闹掰 曾经好的像一个人 却因名利男人闹掰 你觉得娱乐圈有真正的友情吗